美食台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杰森 司廚 今天我要給大家煎個蛋 但是它和一般的煎蛋大有不同 用料豐富 外酥里嫩 全家老嫂都喜歡 打5顆蘇北炒雞蛋 依次放入蝦皮來增加鮮味 水澱粉 少許料酒 去腥 攪散 接著把芙蘿蔔和雪莉紅剁碎 雪莉紅一定要提前浸泡 減少鹹味 建議買這種清顏色的雪莉紅 醃漬時間比較短 口感更脆 食材準備好了 我們可以開始煎蛋 鍋裡加少許豬油 放入兩個深的鹹蛋黃炒至起酥 增加這道菜的鹹香味 接著下芙蘿蔔沫 炒勻 裝出備用 再次把鍋燒熱 加油 等油溫上來 倒入打散的雞蛋 轉小火 避免把蛋燒焦 稍稍定型 中間加入起酥的蛋黃 四周均勻撒上雪莉紅 清斜轉動鍋壁 讓雞蛋受了均勻 煎成蛋餅 等到邊緣有點微焦就可以出鍋了 這樣一道外酥裡嫩 鹹鹹味美的蘇北跑蛋就做好了 粗糟糕 粗糟糕 小火